中共足球协会官场持续的震荡 8月19号中国足球协会前副主席李玉毅 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武汉市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原主任傅翔 也被判刑11年 湖北法院20号通报再有两名的足协高层 涉嫌贪污受贿被判刑 而分别是前中国足协竞赛部长黄松 被判刑7年 前成都市足协主席顾建民 判刑6年 相关的话题又引发了网友热议 从中国男足原总教练李铁 2022年被查以来 中国足协已经有14名的高层官员涉案 先后落马